東山鄉事業有成的鄉民呂介鴻透過鄉民代表的簽線 捐贈百米五千台金給公所 分送給鄉內的低收入戶等貧困家庭 除了藉此拋磚引玉之外 未來也會持續來關心弱勢 東山鄉民呂介鴻事業有成熱心公益 因緣際會之下透過鄉民代表林俊甫以及有知會 表達幫助弱勢家庭的意願 因此在兩位鄉民代表居中牽線之下 在今天捐贈百米五千斤給鄉公所 並透過公所分送給鄉內259個低收入戶 40位獨居老人以及邊緣戶等等共300戶 每戶五公斤的百米兩包 讓弱勢家庭是感謝不已 李介鴻先生 第一季年代就要關這些物資 我是跟他說 在過年後空窗期 透過林政府代表和尤知會代表 食材 所以說他要回饋鄉民 我是跟他說 在過年後請命過 靠一個空窗期 希望這個時間 比較適當來做販蓮 所以說他今天管我們白米五千斤 在這裡也要感謝李先生 李介鴻先生 他之前是在烏龍 現在也在投資一些房地產 但是他這個行善 他每年都管幾萬斤的白米 那行善有連 我知道之後呢 我就來去拜託 我希望會大家這個 這個善的資源延續來東山 他也很開心就來帶營 所以今年十五千斤 未來會再多給我們東山鄉民 我們這個五千斤的白米 要來給這些工夫人和低收入戶 還可以說來作一個愛心的 那種餐的價值 我就是認為他這個很好 所以我跟任代表來去工作 跟我的小說來接受 就是來做這個善事 我真的覺得這是很好的事 呂介鴻在幫助弱勢之外 也期望藉此拋磚引玉 希望有更多的善心人士 一起來記住弱勢 而呂介鴻也透過鄉民代表表示 今年首度捐百米 未來會持續做公益 關心這些貧困家庭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 採訪報導